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近一人赴臺開綠燈 胡歌旋風訪臺 這女人同行引關注 習近平大開殺戒 傳軍方有人被殺 有人被處決 網報受害人家屬 江西公安官員被判侵權 竟然不追責 外媒踢爆 馬斯克與多名女員工有染 並要求為他生小孩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13號星期四 我們向大家報告 從6月15號開始 阿波羅網副頻道會恢復視頻日更 因為我們之前被停了盈利 只能從6月16號才可以申請副頻道的盈利 一個月內能拿到結果 感謝觀眾朋友的支持和耐心等待 請大家多多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近一人赴臺開綠燈 胡歌旋風訪臺 這女人同行引關注 6月12日中午 在上海市臺辦主任隨行下 大陸演員胡歌飛抵臺北 展開24小時不到的旋風式訪臺行程 胡歌此次受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工會邀請 唯一一場公開活動是出席對話青年 預計13日清晨從桃園國際街場離境 胡歌在與台灣青年對談時提到 第一次到台灣是2003年 21年間多次訪臺 人生第一次演主角就演台灣人 2013年到台灣演舞台劇《如夢之夢》 待了很長時間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機場大批警力戒備 除有私人保鏢 台北市警分局長也到場監督 北京曾於2019年發布暫緩大陸影星參加台灣金馬獎的禁令 胡歌到台灣 是中共在賴清德就任台灣總統不到一個月 對兩岸影視交流大開綠燈 曾任導演 金馬影展策劃的台灣電影學者齊龍仁說 胡歌上次訪台2018年 獲邀第55屆金馬獎頒獎嘉賓 當時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貨班最佳紀錄片的台灣導演傅瑜 在台上發表感言說 真的很希望有一天 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看待 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引發統獨爭端 2019年8月 中共電影局公佈暫停 大陸電影和明星參加金馬獎 予以抵制 直到2023年才再有中國影星胡琳與金馬獎現身 胡龍仁認為 以明星效益 明人效應來替代 大陸的算盤應是看能不能改變一點台灣人對大陸不友善的態度 胡歌訪台新聞 吸引華人世界眼球 簡體字 繁體字網民劉嚴交鋒說 來統戰的 他身邊的是上海市台辦主任 胡歌政治上這麼過硬嗎 中國演員都是黨員 習近平大開殺戒 傳軍方有人被殺 有人被處決 最近頻頻傳出中共黨魁習近平對紅二代太子黨動手的消息 繼前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被判無期徒刑 前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被查 前中共黨魁江澤民長子江棉衡被貶值等 最新的消息顯示 習近平似乎再次將矛頭指向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家族 6月9日 中共中紀委通報 中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 副總經理徐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長期以來 中信集團被外界認為是太子黨的集結地 中信集團是在鄧小平支持下 由紅色資本家榮毅仁於1979年創辦的 前中共國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軍等太子黨曾長期任中信集團總經理 董事長 鄧小平的嫡孫鄧卓蒂擔任中信集團旗下中信財務公司的監事 習近平與紅二代的鬥爭延燒之際 有消息指 習近平對軍隊的整肅也在持續 旅美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曾爆料中共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及多名軍工企業要員被抓 他日前在發文說 多年不聯繫的軍企老朋友通過特殊渠道聯繫上他 向他透露 習近平正在對中央軍委軍工部門 旗下軍企 集團公司 上市公司做持續和深入的大整肅 包括航太科工 航太科技 兵器 兵裝等國防軍企 中央軍委下派調查組調查 已有多個重要人員被抓捕 有人被自禁 甚至也有人遭秘密處決 帖文稱 無論是縱橫交織的貪污腐敗案 還是派系伶俐的軍隊人際關係 都已經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 少有的大清洗 大整頓 帖文舉例說 航太科技集團主管科技審批的萬彦輝 以命喪中央軍委調查組之首 但對外宣稱自禁 家人也不敢多問 航太科技第五研究院也有一個人被秘密處決 這個人的老婆是協和醫院的高級專家 另外 前航太八院院長 航太科技集團副總經理張宏俊 航太八院黨委書記 副院長王波蘭也被抓 目前這些消息尚無法確認 不過 北京當局對軍方的整肅去年已轟轟烈烈地展開 中共前國防部長李尚福 前火箭軍司令李玉超 副司令劉光斌 政委徐宗波等紛紛落馬 網報受害人家屬 江西公安官員被判侵權 竟然不追責 2020年江西發生命案 受害人家屬公開質疑 當地警方不作為 並尋求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當地公安局官員在網路謾罵 侮辱受害人家屬 被判侵權並公開道歉 6月11日 據大陸南方週末報導 侵權人是釜州市公安局新聞處處長 新聞發言人欣平 事件的經過是 2020年8月8日 江西釜州市樂安縣山蕩鎮山蕩村 康女士的父母被害 其外甥受重傷 凶犯是山蕩鎮後方村村民曾春亮 當年8月16日 曾春亮在被警方抓獲 並在2021年1月11日被判處此刑 案發之前 2020年7月22日 曾春亮就曾到受害人家中刑切 並與康家兒子發生衝突 之後 曾春亮逃走 康家人報警 曾春亮聽說樂安縣警方在找他時 認為是康家人報警致他無法正常生活 遂起殺心 直至命案發生 康家人也未得到警方對報警的反饋 事發次日 康女士在微博上質疑樂安縣公安局 在第一次接警後不作為 其後 康女士說 一名網民為攝影師老卡的微博網民 多次發布侮辱他和家人名譽的言論 後康女士發現該網民是時任釜州市公安局宣傳處處長 新聞發言人欣平 康女士將欣平起訴至法院 法院判決書顯示 2020年11月期間 欣平通過其註冊的攝影師老卡 釜州突發 釜州吃貨 釜州人家 微博帳號 以及在康女士個人微博評論區 發表言論 半罵 侮辱康女士及其家人 今年5月20日 廣東深圳市龍港區法院 對此案做出的民事判決 認定欣平構成侵害民喻權 判令其向原告道歉並補償精神損失5000元 外媒踢爆 馬斯克與多名女員工有染 並要求為他生小孩 SpaceX創辦人馬斯克 感情經驗豐富 今年52歲的他 共與三位女子誕下11名兒女 近日美媒《華爾街日報》報道指出 馬斯克曾利用詮釋跟至少三名SpaceX女員工有染 還曾逼女員工要幫他生小孩 女員工不從 他就拒絕幫對方加薪 還批評女員工的工作表現 台灣三例新聞引述《華爾街日報》報道指稱 有名前SpaceX女員工稱 她曾在實習生時期主動接近馬斯克 並跟對方有染 後來她在職兩年內 不僅順利升上管理階層 馬斯克還曾帶她去西西里島度假 綜合The Verge等外媒報道 兩人分手後 馬斯克至少還對三名女員工下手 曾在SpaceX單政空服員的女子表示 馬斯克曾向她承諾 如果她願意跟自己發生關係 就會買一匹馬送給她 另一名女員工則指控 馬斯克曾以高智商的人應該多生育為由 多次要求她跟自己生小孩 沒想到馬斯克被她拒絕後 竟然拒絕幫她加薪 還在工作時處處刁難她 報道稱 SpaceX總裁肖特威爾也曾向人資部門指控 總裁辦公室有名實習生曾跟馬斯克有染 如今實習生竟和她丈夫有染 讓她氣得要求人資將實習生撤職 不過 馬斯克並未對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做出回應 肖特威爾則批評相關新聞內容有誤導 並表示新聞不能反映SpaceX的企業文化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奮勇前進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都有贊助鏈接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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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